感谢主 我是来自台北市市会所理彩莲姊妹 我要分享的是 讲纳合乎健康教训的话 女后二章一节 保罗说 至于你 要讲纳合乎健康教训的话 健康的教训 不仅供应信徒的生命 也医治鼠林的疾病 把照片带来良好的知序 能健康的光景中 来庄林班以前 我是一个说话很臭 得领不劳人的人 在环境中 满了怨言批评和争论 在婚姻的生活上 也硬是失败 甚至得了忧疑症 感谢主 你让庄林班帮助了我 你希望我每一次的说话 我们要回到灵地 告主耶稣 先操练着属灵的深呼吸 有一次和姊妹 值班的时候 姊妹向我抱怨 她与家人不愉快的事情 我竟然与她一同的起哄 甚至呢 听有家处 这个事 我不常做的 谢谢 我们要回到灵地 我就跟姊妹说 哦 子耶稣 接着我就说 我们来读诚心圣言 读完的时候 我就看到姊妹 露出了满脸的笑容 感谢这位主 中年班 来中年班受训 借着真理的装备 化中之水的洗涤 变化了我 使我残材复兴 日日达胜 过着以众生徒神人的生活 哈利路亚 有慧就去 有爱业就吃 有福音就去穿 我要感谢我的孩子 乌喜思恩 姚佳儒 是你们的冬告 是生的灵命 妈妈终于人毕业了 在毕业期间的事 有多海外去开展 第一个就是日本 说神的飞